大家好小朋友又到了我们数学动动脑的时间了 首先猫咪老师要请中班的小朋友拿出你的步子来 翻开第三十页我们今天要来讲分类的概念 好首先猫咪老师要先来念一次题目 小兔子要把衣服收好 请帮忙用红笔圈起上衣 用蓝笔圈起裤子 来看一下哦这里有裤子跟衣服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答对了这是裤子 这个呢黄色的这一件是衣服 很好那这一件蓝色的呢答对了是短裤 哇这一件呢是短裤 这一件呢对是长袖的衣服 这一件呢是长裤 还有这一件呢是纸色的上衣也就是衣服 这一件呢可爱的小背心是衣服 这一件绿色的呢也是衣服 这一件呢是长裤 很好小朋友动动脑哦 那请你把是上衣的用红笔圈起来 是裤子的请用蓝笔圈起来 好小朋友三十页写完了吗 你都答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十一页 三十一页也是一样哦 要选出一样的小朋友 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这也是分类的概念哦 这一年级很重要哦 好首先呢老师来念一次上面的题目 练习场上有四组小朋友在溜直排轮 请看一看四组小朋友的特征 再将小朋友贴纸贴在正确的框框里 好首先我们来看跑道上的这四个小朋友 哦不是三个小朋友 一二三 好这三个小朋友呢 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哎答对了 他们都有绑着头发 有没有看到 可爱的绑头发绑头发绑头发 所以这里的贴纸也要贴一个绑头发的人哦 接下来再看看这个线这一边 操场的绿地这一边 哎看一下这三个小朋友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没错哟他们都没有绑头发而且都是女生 所以这里等一下贴纸啊又贴一个没有绑头发的女生 再看看这个线后面 这一二三三个小男生 都有什么特点 答对了他们三个都是男生哦 而且啊他们跟外面的男生不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戴安全帽 再看一下跑道上这三个溜直排轮的小朋友 那他们嘞 哎答对了 他们都有戴安全帽很注意安全哦 老师在这里做个安全宣导 溜直排轮的时候记得戴安全帽穿户具哦 好现在要把你可爱的贴纸拿出来 好小朋友就是这个贴纸 请把它贴到跟他同类的小朋友旁边哦 好小朋友31页已经贴好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2页也一样是分类的概念哦 好现在小朋友请你当小侦探观察途中物品是怎么样分的 再找出错的物品在上面画叉 好首先呢老师要来请你找看看 这个食物里面哪一个不是食物 答对了就是这个臭鞋子 你觉得臭鞋子可以跟食物放一起吗 不行请给他一个叉叉叮叮 好接下来看看右边这个都是穿的 上面写着穿的 来衣服可不可以穿可以 鞋子可不可以穿可以 可乐可不可以穿 小朋友很聪明哦 可乐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穿的 给他叮叮 画叉叉 接下来看这里写着鞋子 那请问一下这件是什么 哇这件是衣服对不对 所以请你给他叮叮 来这上面写着衣服请问哪个不是衣服 动动你的小眼睛动动你的手把错的给他画叉叉哦 好这上面写着喝的这可以喝吗可以 糖果可以喝吗 哦不行 果汁可以喝吗 可以 好再来看这最后一个写着吃的糖果 糖果是不是都是吃的 很好 小朋友现在拿出你的笔 把刚才分类分错的地方请给他画叉叉 好的现在轮到我们小班的小朋友要一起来动动脑的时间了哦 现在请翻开小班的课本第30页 好这里我们要来学的是数量的比较比较多跟少 哇小朋友看到都流口水了对不对 哦猫咪老师也流口水了哦 太好了因为午餐时间到了 大家餐盒里面都是寿司哦 有啵啵鱼卵寿司跟寿司卷 请在比较多的寿司里面画圈圈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请问这里面有几个寿司 跟着老师一起数一很好 这里面有几个寿司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 三四五六 没错这里有六个寿司 一跟六谁比较多呢 答对了六比较多 所以要在这个框框里面画圈圈哦 好接下来看寿司卷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寿司卷有几个 跟老师一起数一二三 所以这里有三个寿司卷 好这里呢有一个寿司卷一个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看哪个寿司卷比较多 叮咚答对了 所以要在这里面画一个圈圈哦 好小朋友吃完寿司吃饱饱 我们要去海里面游泳认识海底生物了哦 请翻开第31页我们要来研究一下部分与整体 好老师先念一次题目 海里面有什么动物呢 请贴上正确的动物贴纸就知道咯 诶我们来看看这一只是什么 哇是小丑鱼耶 可是它的尾巴怎么了 不见了 请你找出它的尾巴哦 这一只是什么 螃蟹 麻烦口水擦一下哦 不要只想到要吃它谢谢 好它的什么不见了 它的熬不见了对不对 请你把它的熬找出来 再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小章鱼 哇它笑得好开心哦 可是你发现它的脚怎么了 哎呦 哪没起啦 赶快把它的脚找回来哦 你猜猜看这是什么动物 没错 就是海绵宝宝最好的朋友派大星哦 派大星的脚也不见了 请你把它找出来吧 请你找出贴纸把它贴上去哦 哇小朋友终于来到最后一页第三十二页了哦 我们来看看小鹿弟弟要过生日耶 请帮忙贴上生日蛋糕贴纸 一起来帮他庆生吧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蛋糕这里是紫色的 所以这里一定会有紫色的贴纸 这里有黄色的这里有黄色跟绿色 那你觉得上面是什么呢 是蜡烛 答对了 我们来一起找出他的贴纸吧 恭喜你 找出小鹿弟弟的蛋糕贴纸 让小鹿弟弟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生日哦 我们来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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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